入境旅客篩檢完 出後機室前 清潔人員一個一個清削手部 還有鞋底 一落地就裁檢 還是有旅客好奇原因 指揮官陳中和王必勝 就站在走到對面 視察晚間班機機邊篩檢 傍晚五點多一架 土耳其航空TK二四抵臺 機上一百五十二名旅客進行篩檢 共有十四人確診 陽性率百分之九點二 一架班機就比首日上午 百分之七點八還高 五架班機雪梨返臺 揪出四名確診 另外三架從美國洛杉磯返臺 一百六十六人驗出十三例 比例也很高 那我們的春節狀況 開始大概零點八一 那進來就升到百分之二 那預估將來這個比例是會升高 後機是落地篩檢 檢測儀器從四十一臺 增加到一百零一臺 上線驗檢體入境旅客暴增 陽性率又提高 就判提高量能 能因此提高攔檢率 把確診個案擋在邊境 三星期我是明啟 郭文宣 流星 桃園報導